好,那你就新增一層囉 那麼這個 你還是稍微把它分開一點 這個是線的部分 好,那是不是用這個工具 如果你剛剛還在,應該這個就不用重新設定啦 建成 有沒有 那但是我不要外框喔 把它拿掉 所以我來畫一個 誒,是不是就有一條了 有沒有 你看這個在上面,看起來像這樣但是實際上 只有一條線 其實你中間可以再淡一點就不會覺得那個反光那麼 那麼白 好,那麼白那現在呢,一樣麻煩你先把它群組一下 這裡 修改裡面的群組 組合起來之後 大概怎麼弄呢,我先把它旋轉一下 我差不多從這邊,等一下就這樣下來 然後再翻上去就好了 嘿,你如果是這樣下來 感覺那個線就是直直的 啊,所以稍微我們待會要做的時候就在這邊 好,然後到這裡 差不多在這邊 插入關鍵影格 我就把它移下來 移到下面 那麼 在最後面 再插入一個關鍵影格 我移上來,但是我還幫他做一個旋轉 轉上來 這樣再出去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是這樣子 他的整體路徑會從這邊 跑到這裡 再下 再上來 好,那因為我是群組的 所以中間補件動畫要哪一個 有一個框框的一定是他 對不對 用移動 對 點到他 來這邊按 移動 那這樣子 你看 這樣下來 他是不是又上去 有沒有 這樣 當然你可以再轉多一點啦 比如說這邊我再轉多一點 再轉多一點也是可以 那麼他轉的 就是說他轉上去的這個 就會比較OK一點 有沒有 這樣上來 那等一下呢 就再來做那個什麼 線的部分 線的部分 那我畫面先還給你 動畫做好 我們再增加一層 這一層是不是要做折射片 折射片的 OK 那 哪邊要出現反光 就是車子上有反光變白的這些 對不對 那麼 這個地方你要用這個好畫嗎 不好畫 我們就用這支畫就好了 筆刷 我們剛剛那個建築物你要用筆刷畫不好畫嗎 因為你要畫紙的 寫的很難 可是這個 就沒有關係 因為這都不規則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用筆刷 那用筆刷畫出來的請問是 筆畫還是填色 填色對不對 所以要不要再做那個轉換 我們早上不是就把那個 線條再轉成填色嗎 那因為它本身就填色要不要轉換就不用轉了 啊了解喔 所以這個大小由這邊來決定喔 那要怎麼畫呢 比如說你看像這種反光點 這比較大我就用比較大的筆刷 然後呢 顏色我稍微改一下 我用黑色的 用藍色的好了 你看得比較清楚 反正 遮色變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個 太大塊 再小一點 這種反光點就把它擦一下 不要客氣就要揉下去 好那小一點的 像哪裡 比如像這裡 有沒有像這裡 這裡是不是都有反光點 就是車子會有反光的地方 都是在這種地方嘛 對不對 嘿 這裡也有反光喔 有沒有 這個呀 這個呀 啊你筆刷可以適度的調小 如果畫錯了 像筆刷得就會入圖 可以嗎 底下那一張點陣土會被擦掉 因為它是群組的 好它是群組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種 有沒有 像這裡有沒有反光 所以你是找那亮點把它擦下去 這裡也有 有沒有 你做得越細那個就會 效果會越好 這裡 也就是說 未來只有這幾個地方 才怎麼樣 才看得到那個反光 這個有些地方其實你可以再調細一點 所以如果你經過這樣處理之後 你看到我原本那一張 你就知道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把它永遠回傻傻 可以嗎 好那所以如果你這個OK你可以先測試看看 有沒有只剩這些點 沒有 因為還少做一個 遮瑟片 沒有遮住 好 所以遮瑟片不是打 mask 或遮瑟片就有用了 你一定要變 有沒有只有那些點有 那個其實你畫得越細 效果越 越好 因為 這樣你就很明顯看到它的不會是只有一個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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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